中人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在庫山道我們會看到標準流浪 在主場出擊爭取他們今屆聯賽的第一勝 對手在全白衣服的和副大埔 和副大埔在賽前已經取得一勝一和一負 暫時在聯賽榜排第七位 他們雖然開球作客 但頭五分鐘盡視和副大埔的天下 而且有六馬點的近射機會出現過 羅振庭的近射過不到梁卿傑 但梁卿傑拼完救出這個球後 也忍受自己左邊的肩膀 幸好經過治理後沒有大礙 接下來標準流浪開始把形勢扭轉 而且找到一個獨步單方 很有用的就是高空轟炸 林家偉擅長這些中場的傳送 是為自己的隊友造成了幾次的投槌攻門機會 單利上半場已經有四次的直接投槌攻門 幸好和副大埔那邊也有他們的中堅加比爾 打到被人掩穿了後尾枕 都紮住來打 結果他也幫忙清了不少的高球 否則可能和副大埔在上半場遇到壓力會更大 整個上半場來說 直接射門幾個清脆的都是王力偉正華的腳 但威脅也不大 他們的門將李漢浩 反而在整個上半場來說是比較忙碌的 這邊打得好的其中一個就是林顯廷 林顯廷除了兼顧自己的防務之外 上來前場參與進攻也很多 剛才看到他出現了一腳球 這次他也有參與 也造成今天在上半場上一個很重要的入球 林顯廷大順了球之後 然後祖連奧和入球的金文輝 做了一個簡單的單檔 難得的金文輝很積極去進攻 他的心態非常正面 以中鋒的姿態出現 林顯廷在保時階段射入了上半場唯一的入球 也令到他標準流浪在主場帶著優勢 但是上半場被動的和虎大埔也沒有束手在位 在下半場出來 將形勢有個明顯的改善和扭轉 換入了九號的鍾偉強之後 攻守也比較均勻 而且見過一個很精緻的角球戰術 幸好梁謙傑也有上街的演出 所以才解除了一劫 接下來我們見到標準流浪 也有製造過可以把比數拉闊的機會 尤其是想不到上來助攻的基南馬 以中鋒的姿態出現 心口陰肯還可以把球射到遠處 如果這個球 他可以稍稍調教角度的說話 可能標準流浪有機會領先到2比0 他最後的戰果會不同 至於和虎大埔方面 連他們的中堅 後上的李家豪也有一個漂亮的射門 加上還有鄭紫森 在下半場也有參與多數的進攻 都有一個攀評的機會 整個下半場來說 大家的攻門的次數和質數 都是比上半場好的 包括我們見到後面入體的劉之樂 這一個撞射 剛才提及過李家豪的射門 亦在這個時候出現 比賽到這一刻 其實已經是接近完場 和虎大埔也稍稍改變了陣式 將加比爾 衝上去打中鋒 就是扎著頭的中堅 結果他引開了部分對方 防守球員的注意力之下 亦令更加貼近龍門的寶蓮奧 最重要是把握他的機會 嚴格來說 兵方馬亂 這個都不是一個十足的美餐子 但是最重要是把握他 結果在完場之前 就被和虎大埔追成平手 非常勞氣的趙仲文 結果不停向球證投訴 只是換來一面紅牌驅逐離場 最後這場球 也各贏了半場 1比1 各得1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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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